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臭宝们的养完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看我这个腕虫山根部发白 是怎么回去发白了 这个是一种狮子 就是木狮子 看着是那种感觉 刮一刮哈 臭宝 不像是剑鞘虫 就是一种木狮 拿东西刮掉就行了 别的没还是打点药 刮完以后记得打点药 一般的杀虫药都可以 但是前提条件你得刮干净 或者拿那个不用的牙刷刷一刷 下个臭宝 绿罗养了好几年了 要换土吗 怎么换土 不需要 这玩意儿你换土干啥 不需要换土 然后你适当地往土里边 加点肥料就可以了 就完全够了 好吧 它那个 你发现你那个条长得长了之后 它上面还会长一定的气根 你要有条件的话 往那个枝条上面 再喷点那种营养液 那就更好了 好吧 用什么营养液 老花一家也有 下个臭宝你帮我看看 咋回事 换完盆后就开始这个样子了 水大 水大 敲光通风差 而且这个土不行 这个土换的也不行 下个臭宝说 老花一 你看猪脸红变黄了 咋回事 给看看 浇水不多 都是新长的叶子 捡了它干啥 叶子没必要去捡 长得黄就缺营养了 花友 你这样的话你别说 它球更不长 尤其是这个季节 猪顶红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生长的时候 就是缺肥 你三个种一个里边 哪个老师教的 它本身自己还得繁殖 一盆里边你还放沙球 真的 捡了吧 捡了让它重新长吧 试点肥 能分盆就分盆 埋的也有点深 先个臭宝 特立杀 一捏就碎了 这不是德国红蜘蛛吗 我的宝 这个德国红蜘蛛 还有白粉丝 你真的厉害了 这就是虫害 很严重的虫害 要用药的 先用水冲干净 反复用水冲干净 光冲上面就行了 坚持冲一天两回 然后再打药 好吧 连续冲了三天再打药 然后该施肥的施肥 别的没啥 又有错吧 问我 钓鱼钓来出现 那个斑块是怎么回事 出现这种斑块 一个是硬伤 就来回碰 还有一个呢 就缺营养 你好多的花蜘蛛 金蜘蛛人 它都舍不得施肥 它营养缺失了 就体现在叶子上面了 我发现最近 就是秋天 出现叶片有问题的 大多都是缺乏营养 因为秋天是 植物的一波生长旺季 好多的这种 越冬植物 它现在拼命地 去吸毒营养来过冬 好多这种 世纪植物它这个时候 也是生长的旺季 它正好 温度方面都很适合 大多植物度这样 对这个长得快了 它不就缺肥了吗 就跟孩子一样 长得怪高 不上肉 老是缺营养 一个道理 好了 别的没啥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要求 今天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拜拜